歡迎又來到新峰研究所 70年代的石英革命令手錶生產成本下降 產量增加,令石英錶廣泛普及 不過以當時的技術 手錶裏的電池只足夠手錶運行一年左右 需要定期更換,同時都帶來環保問題 在1972年,美國工程師Wadger William Will 研發出世界第一隻太陽能手錶 Sincrona 2100 錶殼上有兩塊很大的太陽能板 可以將光源轉化成電能儲存在電池裏 手錶下方有一個LED屏幕顯示時間 Citizen在70年代中期也著手研究太陽能手錶 在1974年完成第一個Prototype 將太陽能板和電池安裝在錶盤裏 解決早期太陽能電池笨重和異碎的問題 更提供足夠的電力去推動指針和日力盤 在1976年正式推出世界第一隻太陽能指針式手錶 Cristron Solar Cell 之後不斷改良,推出更薄、更省電 甚至可以利用室內燈光來充電的太陽能手錶 在1995年將系列命名為EcoDrive 手錶裏的電池是沒有水銀和格的成份 在1996年獲日本環境協會認定為Ecommark商品 成為第一隻取得這個認定的手錶 近在2019年被國立科學博物館列為未來技術遺產 在2018年,Citizen將1974年的Prototype外形設計 搭載一個新的機心推出市場 型號BM-8541-82L 採用不鏽鋼酒桶型外殼 印有三個線圈的水晶玻璃錶面 有五十米防水 分成六份的星形藍色錶盤 錶盤上放上一個金色的時錶圈 相當有立體感 時針和分針採用中央分角的貴妃針 三點位置有升旗和日曆顯示槍 E101機心充滿電,大約可運行六個月 提供每月午差少於15秒的準確度 將標的拉出一格 向上令可以調校星期 有日文和英文選擇 向下令可以調校日期 再將標的拉出一格會停秒 可以調校時間 完成後將標的按進去 直徑38mm 標耳到標耳的距離是42mm厚10.4mm 重72g 這條不鏽鋼米蘭帶帶有濃厚的復古味道 標購有一個安全鎖 太陽能手錶到今天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 很多複雜功能像響鬧、沙問、萬連力等等 都可以在太陽能手錶上體現 有些有省電模式的款式 充滿電後甚至可以運行五年 省確定期更換電池的煩惱 更大大減少對環境造成的傷害 充電池都不是一路永逸 都會有老化的問題 新一代的充電池使用20年左右 會剩下80%的效能 使用40年左右就需要更換 不過相信都已經非常耐用 不知道大家覺得太陽能手錶實不實用呢? 和人動電能手錶相比 你覺得哪種比較方便?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手錶 喜歡這段影片請給個lik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轉成響鈴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次的分享 多謝收看 祝你有愉快的一日 再見 可以拍照